《最火搭档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拍《最火搭档扶》LV 最辛苦的地方就是 雨泽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他必須動手術 動了手術之後 他連我們做人最基本上 很多東西我們都 理想不可以的東西都不能做 比如說 我不能站起來 我也不能走路 甚至吃饭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为自己吃饭 然后我的手是永远是这样的 因为我动了手术 所以你想动的时候一整天拍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然后甚至走一步也很难 而且在公众肌肉上有点酷酱 所以我觉得这次挑战非常大 因为要演的话不能演得太过火 因为演得过火就有一点阿公这样子 可是演得不够呢又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这次要抓那个平衡是蛮难抓的 不过也是一个蛮好玩的挑战 非常开心拍摄的时候有一场戏 我记得非常明显的就是跟大包 也就是李平姐她要喂我吃东西的时候 我连简单的因为宇泽平时就是一个很英勇的人 她就不想这样让人家喂她就想自己吃 可是吃那个汤食就人嘴巴都进不了 然后食物就这样留下来 非常的可怜 我觉得那场戏是蛮感人的 我也看到李平姐在那边感情来到 非常的动感人 不过呢 我有想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 连简单都为自己吃东西都不行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拍一场最感动我的戏 就是我动了手术之后 小麦跟大包都来看我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经过了一段的时间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我宁愿不想这样活下去 我也问他们为什么要救我 我宁愿死 所以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 而且非常的悲伤 对自己非常的失望 我记得呢 我就是铺牌到那一场戏才完全崩溃的 之前都有尝试走路啊 就有吃东西啊 有一些戏 好几场戏都有铺牌这样的感觉 然后就在那场戏我就完全崩溃 就是有一点现实毅力的 非常喜欢那部那场戏 因为真的可以完全的放开 真的完全不顾形象 我也不会 我从来都不是很顾形象 因为最重要是那个角色能够到位 有那个感觉 可以说真的是完全放开 放下正病会 成为章语者 而且不是很帅 很英勇的章语者 而是动完手术之后 连最简单的东西都做不到的章语者 那个时候对人生的绝望 我想那时候我感受到了 我希望就是戏播出来的时候 观众也会感受到吧 我现在是最红的灯 大钢 那你们可以拉出来 走 快 快 快 了 所以呢 就是 想看到一个这样的证明会 记得收看 最红的大钢 第二 什么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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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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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了